我是做傳統焦紫棠的信塑 也是將近快四層 這個是台灣本土的文化藝術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這一門 我們在過去的這個藝術算是一個私塵的過程 那時代不一樣的 那年輕人他不會沒辦法再像以前那種三年四個月那種基礎 沒有領悉的那種學習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所謂的斷展 那現在就是說 什麼讓傳統藝術跟年輕人聯結會 因為這個藝術 在全世界我們曾經在發揮的高台鐵 就是世界很注重 因為我們的特色他們這個叫做寶石又吸 它不是現代的化學色料 那因為教授早期是要先給神明用在釣 所以當時的材料都是未必要最好的 所以我們在陶石學來講 我們在世界上算很注重 它是寶石的色澤呈現出來的 那因為這個藝術對台灣有一個歷史的價值 還有它的像說這個藝術 我是覺得說希望他們能夠讓年輕人認知 跟怎麼去傳承下來 希望能夠用新的技術科技來讓他們了解 我想跟鄭偉先介紹一下焦子堂的歷史 焦子堂是年輕的時候跟著很多漢人的移民來到台灣 那之前不要焦子堂的歷史 就是浪漢 就是臨上去然後又聊這樣子 後來所有的東西傳到台灣 它慢慢的也會本土化 那最重要的第一個時期就是葉王 樹葉的葉國王 那它現在的作品主要是在台南學甲瓷季工 那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我把它定義成焦子堂的第一個階段叫做落地神根 那在2015年文化部認定葉王在台南學甲瓷季工的三組 六件作品被認定是古堡 那我們的國堡其實在義文內大概只有100多組 所以它就有三組其實是代表非常厲害的一位人物 那它的厲害就在於說 我們台灣人在台灣這塊土地創作的藝術品 保留在台灣已經可以成為國堡 所以焦子堂它在我們台灣的這個藝術史上 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因為葉王是清朝道光年間的 所以它的作品雖然很多人喜歡 那但是後來日本人來到台灣 那他們一看到葉王的作品就說 啊這是搞雞燒 焦子燒 那在日本所有用火製造的產品都用燒 所以吃的我們像章魚燒什麼燒鐵板燒 那陶瓷裡面最有名的就像是有田燒 那他們為什麼一來看叫焦子燒呢 因為日本它的近代陶瓷其實非常落後 中國其實從唐三采開始 就到現在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但是歐洲是從曼神開始大概只有三百年 那日本也是差不多 因為它是明朝中夜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 派兵去攻打韓國 那韓國就找明朝來幫忙 那豐臣秀吉只有抓幾個俘虜回來 那裡面剛好有會做陶瓷 那他們是從九州的海邊去攻打韓國 所以他們回來就先安排在九州的有田這個地方 來做現代的陶瓷 所以日本近代的陶瓷就是從有田燒開始 那他們來台灣為什麼會直接叫它焦子燒 因為他們在豐臣秀吉那個年代 他們的茶道花道很流行 那他們常常需要很多小碟子小盤子 要色彩冰粉 日本料理說你吃的東西比盤子還要少 所以它就必須有這麼多 但是他們不會做 所以他們都跟復健廣東那個地方購買 那他們把那個地方叫做支那焦子 因為你中國歷史來講 強大的時候它就是會把國界會很大 所以復健廣東就是中國 可是當中國衰敗的時候就變成是越南 越南以前的古名叫焦子 所以復健廣東這個地方 日本人搞不清楚說到底現在是誰 所以它就直接叫支那焦子 所以從那個地方來的就叫焦子燒 所以日本人來台灣看到夜王的作品 他們就直接叫焦子燒 而且他們直接說夜王是台灣藝術史上400年代第一的 最厲害的就是夜王 因為我們台灣其他傳統藝術 包含木雕、石雕、彩繪 其實不一定會輸給日本 但是我們的規模可能沒有像日本那麼大 所以你看像日本奈良東大士 他們佛像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來台灣當然不會最後我們的藝術 有什麼來過他們 而且他們也會覺得說 不就是整卡壽宅怎麼可能 會比日本好 但是他們看到焦子燒才知道說 原來台灣還有比日本更厲害的人 日本人雖然很喜歡焦子燒 但是他們的文化裡面 並沒有任何焦子燒龍聖之地 因為我們焦子燒一開始主要是林青的廟 進去的變動 屋頂上的神獸還有神明 那日本人是唐朝 唐朝的中國傳過去了 所以他們的屋頂都是木頭的 所以他們屋頂並沒有任何可以站立的地方 所以他們來以後 他們雖然喜歡焦子燒 可是因為慢慢的日本文化裡面 沒有焦子燒龍聖之地 慢慢的焦子燒就消失了 後來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 在民國69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台南雪餃池濟空的夜王焦子燒 在一個夜黑風暴上被斬首 就屋頂的都不見了 人家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文建會才去研究說 原來這就是夜王的焦子燒 是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有歷史價值的 那時候文建會就找一個老師 佛教文林天穆老師 他是文老師的老師 他就請林天穆老師來說 你要不要來幫我們做焦子燒 那林天穆老師就說 因為他那時候六十幾歲 那個年代的你大概活到七十歲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說我這麼老了 我再做能做幾件 所以他下了一個非常大的決定 他說那我就把我所學的記憶 傳給所有的台灣人 所以我把林天穆老師定義成第二年代 在焦子燒的開支三頁 那林天穆老師他是嘉義人 那夜王也是嘉義人 但是他們是不同時代 一個是清朝 一個是這巨時代 那林天穆老師剛好有一個鄰居叫黃德毅 曾經去夜王還沒有打工工作過 所以他就把夜王的寶石釉這個飾料 這種系統交給林天穆老師 所以才會這樣輾轉 我們台灣最重要的焦子燒寶石釉 又可以廣為人知 那時候林天穆老師 他收學生他是英才師教 他們有一個教育系統 他一樣是師徒制 後來這樣的師徒制培養很多人 配合那時候的景氣上經濟變得很好 所以大家本來家徒施幣 開始要裝飾 那就變得交流變得很有身價 那老師他們說 像以前假設一件作品做一萬塊 那都賣得很好 很多人都是直接拿現金 還沒做好就來跟他們買 然後李登輝總統在1995年的時候 去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 就特別請王老師做了一件九龍如意 送給康奈爾大學 所以那時候交流達到了巔峰 可是後來我們就開放產業可以到大陸去 那交子堂它是純手工的產業 所以後來就有去大陸設廠 然後就把很多的交子堂做好 然後回來台灣 所以那時候一萬塊的作品 後來只要五百塊 所以我們交子堂整個生態圈 產業鏈還有整個教育系統 經過這二十年都已經崩潔了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人對於交子堂的印象 我想唐正偉以前也可能會覺得說 那好像不是很貴的東西 就是很多人退休什麼 我們就送他一個牌子 然後上面就有交子堂 結果導致現在大家對交子堂 常常覺得它好像是一個很粗俗的東西 可是我們一個國寶的文化 竟然變成一個地攤貨 其實這也是老師他們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那老師其實沒有去大陸 他又一直留在台灣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創新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台中鳥的書店展覽 他特別邀請老師過去 就是覺得說 我問老師他的交子堂 就帶給別人不一樣的一些項目 那這裡面其實 我覺得配合著我們台灣人自己 開始有希望的一個國主題目 那慢慢的我們也希望能夠代表台灣自己的一個藝術文化 告訴這個世界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那所以老師他做了很多的創新 那這些創新我覺得也讓很多人看到 原來交子堂是一個可以代表台灣的國寶文化 所以老師我會覺得 我們要定義第三個年代交子堂的創新活動 那交子堂他為什麼很困難 不是在於就是他的工法 我們練的多項 那從練乎 音肝 塑形 樹梢 自右 上右 到右梢 他其實至少需要八個主要的步驟 那每一個步驟其實都需要非常長時間的訓練 那所以現在 我們整個訓練系統其實都已經分解了 嗯 對 那之前其實老委會他們推個文師高組的計畫 就是很好 可是他沒有考慮到勞健保問題 結果我們這個制度又取消了 我覺得我們在培養下一個新的世代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國家應該要來支持 那我們現在有在教育的系統 大概是台藝大有一個古蹟維護系 然後還有一個工藝設計系 然後雲科大有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保存的系 但是他們交子堂只有十五 大概兩三個學分 這樣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學到什麼技巧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對很多傳統藝術 我會打個比方 就是說我們台灣做了很多KTV 可是這些訓練出來的人 根本沒辦法開演唱會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開演唱會訓練的學校 可是政府他現在整個模式就是說 反正就讓大家來認識 可是認識完以後真的都沒有演唱 所以這也是我們老師這幾年 覺得很辛苦的地方 就是說很多人喜歡他的作品 可是我們都做不出來 因為沒有人產 整個生態圈產業鏈 還有人產培育系統其實都崩潔 你那影片 可以讓證明看一下 這裡有六部份來的圈牌 你先看那個展覽影片 這個嗎 對 對 對 非常感謝 對 我珍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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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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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從塑形 樹上 再來上釉 這個主要是說因為我們是寶石釉 所以你在看這件作品的時候 如果有燈光其實就會非常的明顯 因為這個就是像這個都有所謂的冰釉 所以因為它會燈光一照會特別閃亮 因為它像玉這些礦石一樣 它會有很多的切割面 所以這也就是台灣現在非常寶貴的藝術文化 大陸過來它其實很多都是用化學的用料 所以它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 所以我們現在在面積這樣的傳承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自己的感覺是 政府會覺得我們是老一輩的 然後像我們想像去一些美術館的展覽 或者是像空總這樣 就說你們不是當代藝術 可是我就想說我們明明是活在當代的 為什麼我們的藝術就不是當代藝術 那我覺得在這一塊日本 它就做得比我們好很多 它認為你應該是發揚自己 國家文化的藝術 為什麼要把這樣子的藝術排斥 所以日本它在傳統藝術 它現在是把很多傳統藝術 融入到它們當代的設計和建築裡面 像現在比較紅的那個薇菸 它就把很多日本的木條 那個木刻的東西 放到它的作品 反而呈現一種 屬於很日式風格文化的一種建築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現在 我們在面臨要進入這些 所謂的當代的場館 或者是當代的系統裡面 我們好像就不被接受 那政府它就會覺得說 你們怎麼這種老東西還要拿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是我們沒辦法融入現在的這個系統 對 我們在想要跟政府起立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的一個這麼寶貴的資源的發展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剛好有一點 因為整個的 就是說整個的電子平台的 這個新的模式在成型的狀態下 傳統的部分 也希望說是不是能夠有一個連結上來的方式 讓大家現在手上在用的一些 這樣一個變質的平台 或者是深入未來的虛擬實境等等的 能夠開始再重新的去了解 或接觸我們最更生的一些 藝術的一些東西 虛擬實境也不是為了 現在就有很多在虛擬實境的 還有捏桃 製桃 甚至這裡面也要燒 甚至這裡面也要燒 你要什麼光澤就有什麼光澤 等等 但是這個真的是你們要的 因為這個是徹底轉化掉 它已經跟桃圾沒有關係 它是剩下這個模型的元素 然後把現有的這些素材 可以變成所謂的台灣模型資料庫 那在就是你的 好像電影裡面 或者遊戲裡面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就出現 各種各樣交集條的元素 但是這裡面跟真的圖 是已經沒有關係 它是把它等於3D掃描 把它的一些 特性把它電子畫素 變成未來可以創作的素材 可是我剛剛聽起來 好像這邊比較想的是 有些朋友還是願意 跟這些陶圖一起工作 還是願意把它變成它創作的美材 那這個跟您剛剛講的VR 未必有那麼大的關係 我也要講到前面 了解 今天就是一個不一定是VR 只是說在傳統的部分 在像這樣的一個藝術產業當中 其實就面臨了一種距離感 對啊 然後其實葡萄老師到這樣一個經驗 他其實我們除了在創作藝術之外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藝術讓不同的 我們講到中青 就像這樣一同不同的世代都能夠了解和重視 所以就其實苦無一個很好的平台去讓大家領集 可是如果一個人他有興趣要學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能把剛剛講三年的這個學徒 他堪評在可能10年的時間 但是他是業餘的 還是說那樣子的話 大概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藝術成績 沒有辦法他這樣 因為他必須要當僅是一個工作的努力 才有辦法去達到一個成績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很多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來唱KBB 可是這樣他永遠不會成為張偉妹 因為他必須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去訓練這樣 對 OK 對啊 但是確實如你所說 目前文化部 或者是做文化內容側進 他的概念其實就很像說 我去唱KBB 然後我了解到 唱得好唱不好是有審美的能力 但我當然不可能變成張偉妹 但是透過一些像自動調音工具等等 任何最後從業餘很厲害到專業中間那個門檻 也等於是用新的科技去讓他跨越了 透過可能AI 透過自動混音 甚至自動編曲等等 任何業餘有一點興趣 願意付出一點點努力的人 他到最後產生出來的東西 感覺上就跟張偉妹沒有什麼兩樣 他只是不能上現場而已 這只是一個比喻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能的宣傳這一塊都很多 就是說我們其實 老師的作品像他也有這樣非常獨特的 是 是 可是 就像我們今天這樣的作品 我們要到這些當代的美術館 他們其實都覺得你們就不是當代的定義 那我覺得文化資源其實也沒有 就是也看到我們這樣的 就不會覺得說我們是需要去推廣的 但如果像剛剛我講的那個方向 就是說把這些作為素材 然後去邀請當代的科技相關的這些藝術家 他等於不是從頭來捏這個套 而是說拿這些素材他再去混搭 再去做額外的創作 那像這種就是多美財的這種作品 那在空中也有一些類似的展覽 就是他是把可能像戒嚴時代的 就是他是那個有一個爆炸的藝術家 姚瑞忠 他把他戒嚴的時代的時候 在軍隊裡面的那些類似像手稿啊 或者是一些設計稿啊 或什麼之類 但是當時當然就是 那就是服從那個意識形態的需要 那現在已經不會有人正經的把它解析出來了 但是他就用邪靡的混搭的 野餘的嘲諷的什麼之類的 他把它叫什麼全國共和國 Republic of Scenic 就是一群沒有面對時代已經改變的 共和國 那所以他就把當年的 可能甚至是老蔣那個時代的一些 在當時一定是很正經八百的東西 但是把它完全戀覆掉 那當然這個就是 當初如果是寫那些的人 或者是設計出那些當過佛號的人 這樣他可能心裡不會很好受 因為對他來講是 對他的一個王虎 對他的一個戀覆 但對我們當代的人來講 這個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 所在當年的一些 就是標語不符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 像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如果要建立我們這邊的主題性的話 那勢必是要對過去的做一個批判的理解啊等等 所以他當然也當代的意義 對可是就是 可能不是本來的作者 想要的那個發展 那但是就是說 這個並不是每個創作者都願意這樣子 像我是無所謂 就是我所有包含現在的 聊天的這個素材啊 所有的影片 那有人拿去做饒舌樂曲 有人拿去做根圖什麼 我都OK 我一開始就說 我不會主張肖像權或著作權 對 那但是當然 這個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對後面的那個發展沒有控制 那這個也 我不是說你們好 但是這是一個思路 一個相分 那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比較三D的作品 我們應該在我們上次要用怎麼樣去介紹給年輕人會比較合適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現在有什麼新的科技可以去做 對 文化部有一個台灣的書的模型庫 它就是把大到可能一整座寺廟 找到一個這樣子的表索 它就是用3D建模的方法 其實講穿的也很簡單 就是固定的相機這樣子 然後它轉這樣子 然後轉這樣子 然後拍 拍完之後它是 就可以直接把它分起來 變成一個立體的圖案 那這樣子的話 別人在它的數位創作裡面 就可以去應用它 而且 因為它會保留它的材質 所以你可以改變它的打光 改變它的打光 你會看到不同的色澤 等等 就是等於把它建模了 把它放到數位的世界裡 那這個現在的技術並不困難 也不會 只是說對於有些創作者來講 當它數位化成後 有一種好像就隨便別人用 那種感覺 對 所以課中間的那個授權條款 有些人說 那你可以隨便用 但是不能去賣 賣的話 等一下我會來問過我 或者是說 你可以拿去用 但是用的時候 不能再去改裝它 不能再改做它 這也是另外一種主張 那就是看創作者 自己覺得 怎麼樣心裡舒服 那我們在文化庫 不管國家文化記憶庫 或者在台灣數位模型庫 都是會把創作者的意願 表示上去 但是當然是要尊重創作者的意願 所以那個是我們只要去申請 它就會幫你拍嗎 應該可以 就是問問看 就是 國家文化記憶庫的話 是要自己拍 那台灣數位模型庫的話 應該它是有經費 它跟科技部一起 其實做了 就是把 未來可能會用來做素材的 都拍起來 這樣子 這個時候過去很考慮 那像鄭偉 你以前有認識教職堂 沒有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碰到 那像你看到這樣的 這樣子的作品 像以你這樣年輕的人 對 你會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當然它的藝術價值是 就是看 光是看這些或這些影片 是覺得很受到觸動 就是它很栩栩如生 然後其他人有一種 直接就被帶入到 一個精進裡面的那種感覺 那 但是我剛剛聽到說 要就是全新非常專注的 學一長段時間才有可能 可以繼續成就 那我也覺得說 因為那這樣子 對於時下年輕人 他們通常比較斜槓 就是會專注一個 但是他想的是 怎麼把這個結合 另外一個 結合另外一個隱遇 那這樣子感覺上面 就是可能 只有比較專心的 或者是一開始就 年輕的時候 已經對這個很感興趣的 年輕人 他比較會花那麼多 意氣上去 我現在因為 他後會的公司 所以年輕人現在 票全部都往公仔裡面去走 所以我就會面臨到 傳承的問題 對啊 就是說 每次到我自己 每一場一場的展覽 然後去跟年輕人接觸 這個機會 機率就是太低 就是說 看有沒有什麼 更科技的 讓更多年輕人 能夠去 瞭解 看到我們的作品 接觸到 這樣很多 尤其之前 有學生 然後學了 學教室導航就是 就是要去去廟 然後就一直 還在那個 很強的那個 就是宗教連結 對對對 然後他就會問父母親 然後父母親 就拒絕 然後寫說 你如果要去歐塞 我就知道 你到台北台 對 所以面臨到這些 的問題 對 這個聽起來也不是出來 有一個學位 不管是學社或碩士學位 可以解決的 但是比較家常的觀念 對 其實在日本 他們之前 也是因為全面西化以後 碰到傳統儀術 也是一樣 受到很大的掌握 可是他們其實做得很好 就是說 他們大概在30年前 成立一個日本經濟傳統工藝大學 那他們是有三個主辦的方面 第一個當然是京都市政府 因為所有的國保幾乎都在京都 第二個是各個公益協會的理事長 他們就是你要學陶瓷你要學什麼 那第三個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很重要的 他們是找所謂的經濟部 他們不是找文化部或教育部 他們找經濟部 所以我們進去他們的網站 他最大的一個廣告 就是一進去最醒悟的地方 他就是寫就職率90% 那他那個地方做得很好 就是說 他其實今天是 不是只有傳統工藝這個學校 傳統工藝這個學校 他另外兩個學校也在旁邊 一個就是設計學校 一個就是建築學校 所以才在日本這30年來 他們的生活 所謂這種和風 所以他們從食衣住行 像我們的百貨公司幾乎 貴的都是日本料米 然後UNIQLO也是全世界 唯一一個歐美以外的食材 像我們的涼米這些 都是他們從他們的和風裡面去衍生出來 對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有辦法去讓 我們很多的生活產業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可是是有文化跟別 對 但是我們現在在這一塊 台灣就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很好的連結 那政府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對 確實如此 我覺得 從傳統工藝 然後去跟設計 去跟這些的連結 因為像文策院 他畢竟也才剛成立 那他做的內容 還是我們所說的數位會 留的那些內容是比較多 所以幾乎這樣 其實我覺得你剛剛講的很好 就是進入當代曆術的時候 好像就得先數位化 但是這個又跟他本來的這個文化脈絡 是有一點點脫鉤的 所以我覺得 您這個觀察是很正確的 對 但是現在政府並沒有想說要把資源投進來 對 就是變成我們要進入 就像正如你在傳統的那個教育體系 就是不太容易融入 那我們現在就好像要去融入 現在這個整個國家的文化體驗 就覺得教育體系 不過後來我們是用作為實驗教育體系 就是完全不去管課綱 就自己弄一格 從實驗小學一路到實驗大學都可以 我之前有聽說有一些博物館 他也想要申請擔任實驗大學的機構 那他發的說是文憑 就專門是做補給修復 對 他等於完全繞過現有的這些儀大科的這些的將頭 等於他就專門做他的那個補給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當然有一定的專業性 所以教育部也認可說 那你可以發說實學位 那說不定乾脆就不發學識學位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對 那所以像您剛剛講的那個情況 就是民間自己來辦學 但是辦到實驗大學 以我所知目前好幾組人正在往這個方向想 因為他是大概一年多前 法律在修正所可以辦實驗大學 這也是另外一個想法 那另外就是說像 政府他在整個稅法上面 其實沒有辦法像日本那麼友善 就像地方稅這個方式 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我們有很多的 包含公共機關 他又有百分之一的建築成本 也是來做公共醫生 是的 那現在企業他們其實在對於做這種傳統文化 像如果有碰到企業 就是說他如果要買這樣的作品 其實像稅務署他們還是會根據你買的東西 是不是需要 他並沒有去鼓勵他們做一個結稅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跟日本完全不一樣 像日本他三月百貨 他在日本橋第一間三月百貨 如果證明你有機會去 你就覺得為什麼日本他現在整個和風會引領全世界 他是一個大概五六層樓高的建築 但是他有一個重體很像天津 然後他在五十年前三月百貨的五十週年的時候 他有請所有日本的工藝界做了一個大概五層樓高的任調 就是說我覺得他們在整個政策上 其實是會去鼓勵企業去投入 但是我們現在有很多企業他們會說 你們這個也不能扣稅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他可能寧願去做別的事情 不過有些企業投入藝術並不是為了解選 是為了保值或甚至增值吧 覺得他買了之後還可以再賣走 對 但是有些企業他可能會想到說 有點像是基金會的工藝的事情 可是他現在變成這一塊 可能政府就沒有鼓勵 理解理解 只是說因為如果企業他買了幾個藝術品之後 賣了甚至還可以再轉 所以他會增值的話 從所謂設計的或經驗設計的角度來看 這個再去提他就有點奇怪 因為他等於是商業活動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價值把它講得清楚 就是說他的主要目的到底是說發揚地方的文化 像剛才講的建立地方的文化的這種主題性的感覺 等於是地方創生 我們現在就是把一個特定的地方的歷史傳承 讓年輕人能夠透過這些東西來瞭解 那他主要就是社會努力 但是這樣子的話 你又很難說 立刻就把它同時跟企業說 不過你買這個之後會漲十倍 所以這兩個論述很難一起做 這兩個一起做的時候 有一種彼此抵銷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主軸也是要想一下 很難同時講這兩個 因為如果是前面這一個國家去變一些地方創生的經費 在我們現在說的清聚年 就是在青年會聚的地方 讓他們多認識這些地方的特色 甚至是說像剛剛講的 我們透過一些補助獎助機制的設計 比如說青年村落計畫 或者是當然之前文創還有很多別的計畫 那甚至像農委會就有一個水土保持局的計畫 他就把農村的文化讓青年因為文化而返鄉 那這些當然就有很多的政府計畫 但是在這裡面就比較少說 他是能夠保持的增值的投資的什麼之類之類 那是兩支不同的計畫的方面了 所以也許也可以稍微想一想 就是這個是讓大家更認識自己鄉土的一個管道為主 還是說來學這個的話 未來可以因為他的藝術成就 然後就獲得非常高的收入 對 那如果我們是起前面為主 我覺得就是不要把之前講的 他可能要翻轉 他可能要翻轉 就不是說來這邊是為了學唱歌 而是這首歌已經快沒人唱了 我們唱這首歌是為了共了解 像張佩妹可能是原住民族 他的語言 他的文化 他的傳承等等 這樣子 他是變相反過來的 還有沒有每次校圖的 像我們還有很多人 我們要去做宣傳 他可能會有很多人 還有很多人 我們要去做宣傳 你還放不到國家文化記憶庫 因為那邊我記得也可以放影片 所以至少就是說文化庫就不得不認識你 因為你都已經放上去了 或者像你們這些平面的相片這些 這些真的都很棒 所以如果你願意說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限制 就是商業使用很想回來問你 或者說不可以改做等等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最大程度的擴散 那你也可以考慮說那這些類似它是展示品 那這些你就乾脆就是不要著主張 我們中國才安全算這些平面的部分 對那這些反正如果先放到國家文化記憶庫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線上的一個小的策展 就是有某個關鍵詞你要promote 或者說你的名字或者是just talk 那這樣子的話至少未來就是你去碰到 願意做網路行銷的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所有素材都在這邊 那看它自己怎麼去混搭 自己怎麼去做一個梗 就可以說像以前就是要先找到人 才能夠擴散 我們現在是說素材先擴散出去 然後看不順眼或看得順眼的人 然後再來幫忙 這樣子它那個次序會不一樣 所以像這個股膠的資料 這個都是隨時可以上傳 隨時可以上傳 我自己也找一些我以前小的時候 都14歲去參加客展的照片什麼 反正就有媒體記者問我要照片 我給他的同時我也就上傳一批份 一個是說我不用再去找一個圖傳 還要看廣告 反正各位就是納稅的節目 已經用來做這樣一個 人家聯合策展的一個素材庫 所以我後來就是才去先上傳這邊 然後我直接把連結提供給記者在我們做什麼 所以是個傳承 所以是個傳承 對阿 那妳好 我是跟妳老師爺爺比較容易的 妳好 那我是在想說是不是 因為目前我們只有社群網站有資料 也是熱門 那是不是先做一個官方網站 可能會比較利於說正式的傳播 主要是看妳要在那個網站上面 召喚怎麼樣的行動 對阿 如果妳有它具體可以做的某個行動 那就值得一個網站 現在是不是妳不一定要一到企業 是否可以自己自己加進 妳自己做網站現在幾乎沒有成本 只是那個網域的註責費 那個幾乎是可以顧願的 對 那現在當然免費放網站的工具有非常多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大問題 主要還是妳在網站上面 要她來之後妳要她接下來做什麼 這個要先想好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確定 如果妳說妳想要獲得多的效果 對阿 對 所以要傳播還是教育 對 像傳播這個理念呢 還是要妳要了解這些文化的歷史呢 還是說妳覺得說這個未來學了之後 有什麼樣子的經濟價值呢 她可以結合更多的產品或服務呢 就是很難說我們將手機開一個網站 我一定要吸收那麼多資訊 所以我一開始一定只有一個手機螢幕 那麼大的資訊看得到 但是妳能夠傳遞一兩個價值就已經蠻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那我如果想更加一步了解 或者我有多一點點時間 那我可以報名做些什麼 大概先這樣子 不過我要就是 比如說要到國家的一些平台 或是說如果假設有她加入一些計畫 是不是有關放網站 當然相對上面來講 是當然 相對上面來講 當然有一個關放網站 大家覺得妳比較認真 比較可信 對 稍微比較可信一點 對 但是就是 胡俊彥你們品牌是很想念 而且其實就是已經有為幾百科的條目了 所以 不過不管怎麼樣都會 都沒有問題 對 不會因為沒有一個網站 就好像 《明不見經傳》當然不是這樣 是大家都已經認識了大師 只是說 未來就是要怎麼樣禍散而已 未來 但是沒有均勻 就是這樣 就要怎麼禍散 就是這個意思 是 那我們現在在台中的鳥座書店 對 讓老師也想要邀請 就可以 可以這樣散光 謝謝 感謝邀請 謝謝 謝謝 到三月嗎 到三月一號 是 謝謝 謝謝 我不再跟我的寫寫秘書牌 不過 因為我自己 像之前代言那個 台北國技術長什麼 現在都全部線上好了 對 我們現在願領對 就是比較多人的展覽等等 那可能還要再想一想 你要看就是接下來 疫情怎麼發展 對 那如果是線上的話 我當然是比較容易聽到 或者是 可能 預錄一段 或者是怎麼樣 在線上交流 或者其實我們今天也拍了 這一整支影片 我也好奇加速都採採全 所以大家如果問要怎麼拿去用 都很歡迎拿去用 那屍體的部分 我在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可能也要看疫情的狀況 謝謝 謝謝 只有兩本作品 還有這個是比較新的 是 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我們 當 本來去年要去法國展覽 然後現在就 沒有辦法過去 他 比較新的作品 就是這三月 好的 謝謝 謝謝 然後這個是在講錯 我們台灣女性的一個狀態 從清長 然後到 這個是 日的時代 八二的課示 到最後 我們要怎麼去 面對自己的人生 嗯 就是從相親的戀愛 到比較自由戀愛 好 非常感謝 這個給我送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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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